超暖心日式送船 荧光点点宛如萤火虫飞舞 日本人的送客文化 常让人觉得温暖 像搭巴士离开饭店时 饭店人员总会出来列队欢送 挥手动作直到看不见车为止 没想到这样的送客文化 竟然延伸到了邮轮码头 我在十月底搭公主邮轮 钻石公主号 从日本横滨大战桥码头离港 又见证了如萤火虫飞舞般 点点荧光 原来这项贴心服务 是港口公司从今年三月起 号召民众参与的送船仪式 除了详细公告美艘邮轮的 拜访离港时间 还会为前500名参加民众 免费提供黄毛巾或黄色荧光棒 白天会毛巾 晚上会荧光棒 穿黄色衣服来 还有消费优惠 选择黄色的理由 点子来自Pete Hamill的短篇故事 Going Home 衍生成祝福旅途平安的意思 若有机会搭邮轮来横滨 千万别错过这动人风景哦 东西文日本报导 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